26. 明報 大使聲勢不穩收窄戰線 2015年7月20日Money Monday P10數據尋寶港股上週逐步消化觀 反覆向上,但成交不振,縱使短線有力干涉 一旦回調,勢筆急勁,容易打亂陣腳 大使聲勢族由強勢股領導,因此不宜多心或戰線太多 後准強勢股七擊,勝算較最低殘股要高 劉思明明報記者痴上週初衝高至25,275點偏遠 上週四如向上突破,上週五進一步升至25,517點高位 修市報25,415點,全週內升514點或2.06% 國旨上週五收復失地,全週幾乎無升跌 中線向淡趨勢未變大使日均成交1109億元 低於20天平均兩成半 據明報講股數據負 上週五升低比率84比16 上週有三日升多跌少,大使反復向好 週五升余百分之三佔上升股份三成,而每日平均升余百分之三佔比兩成半 買盤強勁 寬度方面,超國旨成份股高於10天線比例急升 但只有一兩成股份成功從上高於25天線 比例未能扭轉一浪低於一浪格局 中線向淡趨勢未變 本部數據負追蹤的31個行業 週五有超過四成升幅超過2% 跟得上甚至跑贏車 如近日多次提到反彈力最強的軟件服務 新能源,以及強勢的航空、農業及水務挑戰高位 強勢的科技器材上週五表現不算突破 但全州平穩向上,累升近百分之四 軟件、新能源、航空、農業水務 科技器材上週有三至四次為列會日十大最強行業 表義,以未平 細具持續性 新能源除了金鋒2208外 順移光能0968可留意 新豪12.5原有支持博彩及消限 航運物流全州旅星約半成 前者上週初急星後回軟 上週五再度發力 雖然上週五星勢由飛豪島古如今屆3918 Dynam 6889 華楚1371等帶動 但部分豪島股回落至十天線見支持 上週提到新豪0200升至14元以上 尿有股額可部分獲利 結果股價升至15元首額 為了十天線約12.5元有支持 可時機上車,約勢回勇譚花一現身房腦底便被綁 航運物流上週一急升半成 差不多等於全州升幅 事實上,上週一半行業僅一次 甚至未曾出現十大最強 反映大多約勢回勇指示譚花一現 一旦腦底或追約勢,被綁的機會不少 煤炭及相關、汽車相關時上週小有下跌行業 食物飲品、金屬及礦石、電訊及媒體等 上週每日表現保持中游至下游位置 不宜尖手 食物飲品、金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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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